因为邓丽君在20年前 1995年5月8号 在泰国清外辞世的时候 他才刚刚42岁 他当时身边了 有一个小男朋友 比他小十多岁的法国摄影师叫保罗 这一天保罗是外出去买食品 结果这个功夫 邓丽君的哮喘病发了 他在下午4点的时候 挣扎着往这酒店前台去 结果倒在了地上 把他送到医院的路上又风声堵车 结果等到五点半送到医院的时候 医生宣布 医治无效死亡 就是死亡的非常可惜 也有很多人指责 他那个小男友保罗对他不体贴 对他没有照顾好 甚至在邓丽君辞世之后 这么长时间 这个保罗都没有到邓丽君的坟上看一眼 其实很多了解邓丽君辞世之前 生活经历的人都知道 这个保罗呢 无论是从对邓丽君的爱 还是从他个人的能力 各方面他都配不上邓丽君 包括邓丽君一生 情路都非常坎坷 那么也许他能喜欢保罗 最大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因为保罗跟他认识之初 两人相爱的时候 保罗根本不知道 邓丽君是个天荒巨星 也许这可能是邓丽君想回归 我只是个普通女人 我只要获得普通的感情就可以了 一个重要原因 那么当然邓丽君一生 在情感世界的不幸和他带给我们声音的美妙 在我们精神世界里的享受 形成了巨大的一种反常 以至于现在呢 每一个喜欢邓丽君的歌迷 在谈起他个人的一些 漂泊生活不幸机遇的时候 都更加怀念 这个给我们带来无数快乐和感伤的一代天荒巨星 月亮代表我的心 我情世歌唱已经有十一年之久了 在这十一年当中 我经过心酸 也经过欢乐 这些经验呢 使我长大 使我成熟 更使我了解我自己 是没有办法离开歌唱的 我现在还会有点不忘记 也许我们还会有点不忘记 也许我们还会有点不忘记 那么说到这个邓丽君呢 我刚才说了 他是一代大陆音乐人的启蒙者 你像我们耳熟能详的 那个时代的一些明星 像程芳元的 程琳等人都曾经发过很多邓丽君的歌 很多人都是因为听了邓丽君歌 才走上了流行音乐这条道 我永远忘不了 为什么我记得那么清楚 吓我 就觉得雪网上涌 就觉得脸仗的通红 就觉得这歌怎么这么好听 我就觉得这个 就这辈子长到那么大 就没有听过这么好听的音乐 说实话美了美奂 真的是这样 一直到现在 我都依然觉得 就是他那个形态的歌曲 还真的没有人在超过他了 那么说邓丽君 能够颠倒众生 吸引这么多人 他靠的是什么呢 是什么呢 我应该会发生了什么呢